我叫的车到了 就不跟你说了 行 天黑了 你打车多留个心眼 我就做个网约车嘛 现在管得这么严 能有什么问题啊 只要你够粗心 有的是安全疑惯 比如话 要是这样做的话 首先 打着双闪 把车停在看起来 像在等车的女生旁边 有些人稍不注意 真的就会以为 是自己的车到了 没看车 你直接上车 上座车没事啊 不是还得确认 手机尾号 才能开始行程吗 差不多十分钟就到 八四九八 麻烦您开快一点 可有的网约车 需要你主动曝出尾号 坏人只需要 顺势冒充信息就行 你别着急 我也就十分钟 也就十分钟到了 嗯 好 马上过去 那如果这车的司机到了 打电话找我呢 你谁啊 怎么老给我打电话 不是你交的车吗 怎么等了半天 没看到你啊 可是我已经上车了呀 上错了吧你 师傅 我上错车了怎么办 你看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了 你还着急 要不我们取下订单 继续走吧 那只能这样了 师傅 那麻烦您再开快一点 这时坏人 早就带着你离开很远了 你也懒得再回去换车 只能听从坏人的键 取消订单 车里有点干 我看一下加速器 好 行行行 先不说了 我下车了 我下车了 别吵了 我走 不会吧 我还真叫错 如果我怕我怕我怕你 我怕我怕你